各位好,我是李澤豪 尤馬地發生工業意外 一架吊備車吊運鋼筋的時候 鋼纜截斷,鋼筋壓傷四名工人 其中一人在台 今次一個星期內第三宗建造業意外 勞工及福利局長孫玉涵說 不能夠單靠提高佛則防止工業意外 先看看今次意外 現場是杜璇街和甘肅街交架的 家事居度天橋底 屬於中九龍幹線 尤馬地東工程地盤 四個受傷的工人被困地底 部份人被鋼筋壓住 消防利用吊備車 將傷者逐一吊上地面 隨即抬上救護車送丸 有工人要戴上氧氣罩 消防用了接近20分鐘 成功救起四個工人 其中兩個人腳步受傷 另外兩個工人傷勢比較重 送往伊莉莎白醫院搶救 其中有人頭部骨裂 事發下午1點多 現場消息說當時工人吊運一批鋼筋 到大約15米深的物料下放區 鋼纜突然間截斷 大約20支鋼筋跌了下來 在物料區的四個工人走避不及被壓住 地盤管工事發之後到場了解 出事的物料下放區位於行車天橋的橋底 用水馬為風 而涉事的工地已經在意外發生之後停工 有專家說 吊備車鋼纜斷裂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老化和吊運物重力不均等 如果地盤跟逐安全程序 即使鋼纜斷裂也都不會傷人 都要遵守一件事叫做333法則 甚麼叫做333 首先那碼要吊高離地300mm 而以後最少停留3秒 那這3秒的目的是甚麼呢 就是給人們走過去檢查一下 那條鋼纜或者整碼東西 它綁得穩不穩陣 一般要求就是在某些地方 一定不可以踢人 另外某些地方跌下來 最問哪個位置 跌出三位都不可以由人 如果你純粹一個井 你吊來吊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想都不明白為甚麼你做不到衛鋒 中間龍幹事連接油麻地和啟德發展區 預計後年通車 剛剛完成拆卸油麻地多層停車場 但今年已經發生至少三宗意外 上個月初一個40歲的南工人 被鬆脫的工字鐵擊中首部 被困在25米深的地道 今年5月 一個49歲的尼泊爾裔男工人 在隧道工作的時候被鏟車撞倒 頭部重傷 宋遠之後不治 三次意外的駐地盤工程師 都是奧雅納莫特麥克唐納顧問聯營公司 無線電視機者鄧仲陽報導 盧政署署長陳派銘表示高度關注事件 對有工人受傷表現難過 並到醫院探望和慰問傷者和家屬 也已經指示工程團隊嚴肅跟進事故成因 和全面檢視工地的安全程序和措施 和對傷者及他們家人提供所需協助 盧政署強調 十分注重工業安全 已經敦促工程相關人員作出改善措施 建造業議會就呼籲各東主 親身到工地傳遞安全進息 並且會在短期內成立專責委員會 和業界檢視作業標準 政案件條例大幅提高罰則已超過半年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未有判例 犯傷警覺性不足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若涵說 必須加強巡查和宣傳教育 一星期內三宗建造業意外 兩宗致命 包括星期五 醫管局東中地盤一個監工 被吊運中墮下的建築材料擊中身亡 星期三在中葵聖村 就有工人刷射村屋期間 被倒塌的長身壓死 當局修訂職案件條例 4月底起上條最高罰款到1000萬 及監禁兩年 勞工處回覆查詢的時候說 修例後截至這個月8日 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個案 臨時數字是10宗 與去年同期相同 工業傷亡權益會說 計及地盤工作期間撤死等 有至少20宗死亡個案 政府非常關心 亦都關注尤其是近期 我們都留意到工業意外 尤其是致命的意外 最近是比較多了幾宗 當然整年拉圈來看 跟往事都是差不多的 靠佛則都是不行的 佛是其中一部分 始終都是要一個組合的辦法 這個都包括了對工人的安全培訓 教育、宣傳和巡視 工業傷亡權益會批評 經常忽視小型工程的危險性 有立法會議員說發展工業配合懲罰違規的承建商 法例雖然是修改了 但是那些判案還未出來的時候 阻嚇力或者大家的警覺都不是太足夠了 發展局在公務工程的工地上 的確是可以發揮一些作用 包括之前屋宇署 亦都將一些做得不好的承辦商除名 這個阻嚇力是非常之大的 他估計最快到明年年底 才有新例檢控的案件審結 無線電視記者藍豪杰報導 三個人在元朗參加野外定向訓練期間 被蜜蜂針傷其中兩個人一度呼吸困難 當中23歲男教練和15歲女學生 頭腰和腳部受傷 由救護車送往博愛醫院治理 至於16歲男學生的頭部和腳部 被蜜蜂針傷 由直升機送去律敦寺醫院 警方昨天下午第四點半接報 說一行25人的團隊 在元朗鴉繼山參加野外定向訓練期間遇到蜜蜂 宜巴戰鬥持續 加沙最大的稀發醫院 因為閒聊號進已經暫停運作 加沙方面說 累計超過11,000名巴人死亡 大約四成是兒童 法國總統馬克龍呼籲停止殺龍婦語 這個嬰兒女在加沙市裡面 最大的稀發醫院出生之後六個小時 由祖母帶著離開 逃到加沙南部 長路漫漫 未知幾時才到達目的地 但繼續留在稀發醫院 隨時性命不保 加沙的衛生部門說 稀發醫院因為燃料耗盡 當地星期六童子運作 一個在保溫箱的生生BB死亡 有39個BB貧臨死亡邊緣 有報道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說 移軍坦克部隊正包圍稀發醫院 並在醫院附近 和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爆發激烈衝突 通往醫院的所有道路已經被撤斷 任何移動的人都成為攻擊目標 移軍早前說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指揮中心 設在稀發醫院裡面 但哈馬斯否認 據報幾日前 移軍曾經警告院長 必須疏散所有病人 而在加沙地帶中部公路 有男人抱著受傷的小朋友求救 以色列同意每天暫停在加沙北部的 軍事行動四個小時 被民眾撤離之後只是一天 這條貫通南北的主要公路遭到移軍空襲 多個巴人被殺 移軍繼續攻擊加沙的行動 總理內塔尼亞湖重申 在戰事結束之後 移軍將會繼續控制加沙 不會將有關工作交給外部勢力 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訪問的時候 要求移軍停止空襲加沙 他說明白以色列有自衛權 但沒有正當理由去殺害平民 而來自70個國家和地區的駐聯合國 日內瓦辦事處代表發出聯合聲明 呼籲國際社會立即作出行動 履行國際法規定的義務 結束加沙地帶的暴力衝突 無線電視機者梁銘山報導 阿拉伯和以色列國家領導人舉行特別峰會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峰會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亞德召開 出席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形容巴人正面臨一場種族滅族戰爭 他要求美國向以色列施壓停止攻擊加沙地帶 伊朗總統萊希也出席峰會 是伊朗總統11年來首次訪問沙特 萊希呼籲以色列國家團結 對抗以色列並向以色列實施制裁 一式回來有其他新聞轉後見 萬聖疾病共同事例計劃會在星期一展開 處理醫務衛生局長李夏恩說 有信心計劃順利進行 指標就是市民參加之後 他得不得到他應有的治療 或者他得不得到他的教育 所以我們希望的話 我們有個目標 我們希望大概有20多萬的市民可以參與 在這三年裏面 治療醫生每個醫生看症 可以看多少個病人的情況都不同 而我們這一刻都很樂觀 其實整個計劃應該都可以順利進行 萬病共治計劃是比年滿45歲 未確診糖尿病或者高血壓的市民 配對家庭醫生篩查和跟進 李夏恩說目前有300多名醫生參加 反應算不錯 預計未來在改善登記程序等之後 參與的醫生會越來越多 政府就預防床室輸入和業界召開會議 因應床室問題引起社會關注 環境及生態局及機管局港鐵和酒店業界等代表開會 協助旅遊酒店業和公共運輸業界預防失患輸入 政府會向業界發放預防床室的資訊 食環處年一來已經聯同相關機構加強宣傳教育工作 包括機場派宣傳單張 但新市民在外遊時要特別留意的情況 又會進行實地視察 局方會向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匯報預防工作 卓永興會密切檢視有關情況 指導政府跨部門防治重署督道委員會的工作 《垃圾徵費》春天4月實施 沒有用指定垃圾袋會罰款1500元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 不會與亂泡垃圾定額罰款3000元重疊 不會雙重罰款 政府剛剛提高亂泡垃圾的定額罰款 由1500元倍增至3000元 有人擔心實施垃圾徵費之後 丟一件垃圾會被罰兩次錢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發表望志說 不存在重疊情況 因為兩項罪行不同 執法地點亦不同 他解釋若果住宅住戶 將垃圾擺放在收集垃圾的地方 例如是大廈後樓梯垃圾桶 樓層垃圾房 垃圾吵口等等 不夠成亂泡垃圾 但必須用指定垃圾袋 或者貼上指定標籤 否則就違反垃圾徵費法律要求 可以罰款1500元 若果市民將垃圾棄置在公眾地方 就是亂泡垃圾 不論有沒有使用指定垃圾袋 都會被罰3000元 不會因為沒有用到指定垃圾袋 再被罰1500元 謝展環說已經鼓勵 商戶在收銀處銷售指定垃圾袋 替代塑膠救物袋 達至一袋能用 考慮到市民需時適應 不會啟制要求商戶停售塑膠救物袋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不得 廣東省衛健委主任朱宏 涉嫌嚴重違法違紀 主動自首 正是接受幾位部門調查 57歲的朱宏是浙江移烏人 長年在廣東省醫療系統工作 歷任南方醫科大學副院長 黨組書記等 2021年起出任廣東省衛健委 黨組書記和主任 內地早前公布要加強 整治醫療系統貪腐問題 多地都有醫院工作人員和幹部搜查 內地傳媒報道 廣東省今年內已有三名正廳級幹部搜查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認為 下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 會在近幾個月出現 中國疾控中心最新公布 內地上個月新增209宗新冠病毒重症病類 另外有24宗死亡個案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星期五在廣州南山出席 第三隔月港澳大灣區 衛生健康合作大會的時候 就預測下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漲至 包括我們廣東大灣區都要注意 有個小高峰 但是這個新發的一些新的變異株呢 它的傳染性可能也是很高 但是變化不會很大 但是它對疫苗逃逸作用有所增強 所以現在呢還是提倡 對老年人 對免疫低下的人呢 需要接種第二劑的疫苗 而且我們國家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有六種 踏入冬季也都意味進入呼吸道 傳染病感染高峰期 內地多間醫院特別是兒童專科 來求診的人越來越多 醫生都忙到沒有停手 由專家就提醒 民眾要提防出現混合感染 特別是學校養老機構等的場所 他有建議由於正值流感高峰期 易感染的人群 應該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兒報道 美國夏威夷一個失地湖泊的湖水 近日變成粉紅色 位於毛伊島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湖泊 至上個月底湖水呈現粉紅色 經發現之後初步相信 是由一種鹽桿菌造成 一種桿菌只能夠全部在高鹽度的水體中 夏威夷今年旱情嚴重 令到麒利亞水塘遂不下降 鹽含量是海水量倍 有助鹽桿菌快速繁殖 進食被鹽桿菌汽染的食物可能會中毒 當局呼籲民眾不要入湖泊汽水 或者食在湖泊捕鑊的魚 各位好 我是李澤浩 區議會399名參選人 全部鑊確認提名有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說 提名機制發揮預期效果 對於部份人沒有辦法拿到三會成員提名 他否認存在保護主義 政府刊憲399個區議會參選人 完成資格審查 提名全數有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 出席電台節目時說 反映新提名機制發揮預期作用 保障愛國愛港的人才可以參選 對於部份人有意參選 但沒有辦法拿到三會成員提名 而部份三會成員並沒有作出提名 曾國慧說是正常現象 最多產生到10個都可以 不過問題是你沒有那麼多人去參選 或者參選就未能夠令到那些 提名人去完全去信服你 大家都要對他們的信心 千萬不要說這個又會因斯 或者對他自己的黨又偏袒 正如我在立法會都說 立法會的議員我們都信任你 一定是為了整個香港特區的 整體理由考慮 我不會每次都說你 你會不會是因為你黨的私利 去考慮那些政策 至於重新引入的委任議員 當局只是默色人選 在區議會投票之後公佈 因應區的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 我看要需要哪些特別的專才 特別哪個背景的人士 是要適合在區區的貢獻的話 我們現在就因應這個情況 是在默色人 我們都會委任一個適當的數量的年輕人 因為我們都是強調 希望將來多些年輕人去參與議政 或者我們到時在服務社區 另外部分候選人仍然未交代政綱 曾國衛說只是屬於個別的例子 或者可能是時間比較趕急 相信稍後會步伐 《武漢時記者》劉俊玉道 香港首次舉辦 FIA世界場地月夜車禁標賽 原定昨天上午在中環展開 但因為工程言誤 要延遲4小時開賽 並且縮短賽道 FIA月夜車禁標賽 首度落湖亞太地區 一連兩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 但第一天就出師不力 大會在臨近開賽的前夕 突然公佈 因為工程言誤 原本大約1.2公里的賽道 縮短去到大約800米 取消了原定在駐港解放軍軍營外的一段龍和道 觀眾入場時間同樣需要推遲兩個小時 我打算看它那個超級鞋 來到車廂都沒有都知道是服的了 覺得這麼大型的賽事聲稱 那你那些preparation做得不是first class 預備賽在中午12時才展開 正式的計時賽就然後去到下午1點半 很刺激 很刺激 這個感受以為是澳門才能看到 但其實香港也能看到 搞得好一點 好過夜賓分 沒有那條大隻路 少了一個speed track 差一點 每當月夜車頂彎的時候 淋地的賽道都會有些山石飛入觀眾席 就算站在幾米外的看台也有機會中招 飲標賽在6月展開 先後在歐洲六個國家和南非進行賽事 香港作為終點站 有遊客專程來看 很興奮 很靈活 票票價值很多錢 不可以看到全球和全球 是真誇張的 我們很有興趣想過來看看 但兩邊我們都支持 如果可以再搞多一點 或者規模在公開上做好一點的話 我們會更加好 星期日的賽事會如常在早上9點進行 而因應賽事附近多條道路封閉 26條巴士和3條小巴線要改道 無線電視記者 吳嘉謙不道 第70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開羅 疫情後首次大賽車吸引了大批旅客 東國說門票售出超過九成 已經預留少量門票現場銷售 由澳門記者郭善宇報道 這輛格蘭披治大賽車分兩週舉行 這個週末先舉行 馬上方程式大賽 TCR亞洲挑戰賽 和大灣區GT杯等五項賽事 自由練習時段已經幾次出現炒車的場面 現在還未正式開球已經不斷炒車了 很震撼 全部在我面前撞 今次現在練習賽和排位賽便會便宜一點 任體 今屆是疫情之後首次舉辦大賽車 到澳門觀賽和參賽都不再需要隔離和做核酸 而三級方程式和澳門國際器 連GT世界杯等賽事也會回歸 一共吸引來自世界各地250名車手參加 當中有40名澳門車手 香港車手就有50多人 第11年參加 來之前亦都做很多運動 做很多體能 亦都打很多打機 在模擬的賽道上都會練習 希望一來到就可以拿回幾年前的感覺 我可以跑這麼多一次 是很開心的 我一定的目標是可以拿到第五個冠軍 澳門這個賽事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這麼容易去拿到成績 參賽車手亦說 今年的賽事氣氛熱烈 配套亦都更原備 門票已經售出九成幾 消情理想 當局亦都同組委會溝通 預留少量的門票現場銷售 被旅客可以即時扣票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 郭時宜報導 還未完首會在美國會晤 預料談及貿易 台海和中東局勢等議題 美方表明對重啟兩軍溝通詞開放態度 而中方近日就大量採救美國大豆 中美雙方確認 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方的邀請 將會在未來星期二至五期間 在美國三藩市舉行中美元首回誤 並且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中國駐美大使者鋒在網上貼文 說中美元首將會深入溝通 聚焦影響兩國關係的戰略 全局和根本性的問題 還有事關全球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 白宮就說美國總統拜登 在星期三會晤習近平期間 會討論維持開放溝通渠道的重要性 怎樣繼續負責任地管控競爭 在大家利益一致的領域合作 特別是影響全球的跨局挑戰 有美國官員估計 兩國元首將會講到印太地區 人權和貿易等問題 美方官員又說 兩國元首將會討論北韓 俄烏和耳巴局勢 預料拜登期望中方向伊朗講明 試圖擴大中東衝突 並不是明智之舉 而在北京宣布 習近平訪美消息的同一日 正到訪日本上任只有 個多月的聯國參謀長 聯席會議主席布朗 就說已經致行給中方 表示對重啟兩軍溝通持開放態度 又認為中方對兩軍會談會有興趣 相信美中元首下個星期會晤期間 會釋出一些訊號 布朗又提到台灣問題 說他不排除大陸武力公台的可能性 但就相信習近平可能以其他方式 並不是動用武力去統一台灣 因為北京實施大規模兩棲作戰行動 並不是意事 而在中美確認兩國元首會面之際 彭博社就引述全球大型農作物貿易商的消息 說中國在過去星期二和星期三 緊急採購多達300萬噸的美國大豆 為會五營造良好氣氛 武線電視記者朱少林佛道 美國最新的隱形轟炸機B-21首次試飛 有目擊者拍到B-21突襲者試飛時的情況 目擊者說B-21當地星期五早早近七點 在加州帕姆代爾的美軍機庫起飛 B-21是美國相隔三十多年來再次研發的新型轟炸機 近年年底首次亮相 可以裝載核子和常規武器 發射短程和長程導彈 未設具備無人駕駛功能 估計造價達到七億美元 日後有望逐步取代 已面世超過三十年的B-2隱形轟炸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 日本借處於二次大戰後最嚴峻複雜的安全保障環境 需要強化防衛能力 岸田文雄到棋育苑一個自衛隊基地出席儀式 發言時提到日本周邊試圖單方面改變嚴重的行動 借在增加 包括中俄聯合空中軍事活動日趨活躍 北韓試射導彈等 日本需要強化防衛能力 會加快部署長程導彈 並會與英國、意大利共同研發一台戰機 岸田有承諾會確保國防預算達到必要水平 一息回來有其他新聞 轉後見 宜巴局勢 宜巴戰鬥持續 加沙最大的稀發醫院 因為燃料耗盡已暫停運作 加沙方面說 累計超過一萬一千名巴人死亡 但約四成是疑痛 法國總統馬龍呼籲停止殺陸虎瑜 這個嬰兒女在加沙市裏面最大的稀發醫院出生之後六個小時 由祖母帶著離開 逃到加沙南部 長路漫漫 未知何時才到達目的地 但繼續留在稀發醫院 隨時性命不保 加沙的衛生部門說 稀發醫院因為燃料耗盡 當地星期六停止運作 一個在保溫箱的生生BB死亡 有39個BB貧臨死亡邊緣 有報道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說 疑軍坦克部隊正包圍稀發醫院 並在醫院附近 跟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爆發激烈衝突 通往醫院的所有道路已經被撤斷 任何移動的人都成為攻擊目標 疑軍早前說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指揮中心設在稀發醫院裡面 但哈馬斯否認 據報幾日前 醫軍曾經警告院長必須疏散所有病人 而在加沙地帶中部公路 有男人抱著受傷的小朋友求救 以色列同意每天暫停在加沙北部的軍事行動 四個小時被民眾撤離之後只是一天 這條貫通南北的主要公路遭到疑軍空襲 多過巴人被殺 疑軍繼續攻擊加沙的行動 總理內塔尼亞湖重申在戰事結束之後 疑軍將會繼續控制加沙 不會將有關工作交給外部勢力 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訪問的時候 要求疑軍停止空襲加沙 他說明白以色列有自衛權 但沒有正當理由去殺害平民 而來自70個國家和地區的駐聯合國 日內雅辦事處代表發出聯合聲明 呼籲國際社會立即作出行動 履行國際法規定的義務 結束加沙地帶的暴力衝突 無線烈刺激者梁明山報道 阿拉伯和以色列國家領導人舉行特別峰會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峰會在沙特首都利亞德召開 出席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形容 巴人借面臨一場種族滅著的戰爭 他要求美國向以色列施壓停止攻擊加沙地帶 伊朗總統萊希亦出席峰會 是伊朗總統11年來首次訪問沙特 萊希呼籲伊斯蘭國家團結對抗以色列 並向以色列實施制裁 團體下在內地 不少人過往都會趁雙11個物質大買特買 但今年有民眾說 疫情後經濟壓力大 消費比過往謹慎 由駐廣州記者葉子華報道 廣州這個商場 星期五起一連兩日延長營業時間 雙11日更加是人來人往 但旺丁未必旺財 有民眾說消費較過往謹慎 消費水平差了 還有現在壓力大了 自己看菜吃飯 環境差點就買少點東西 現在力度好像沒有資源那麼大 每個月有些節油 好像618和88節 現在疫情之後經濟不差 人們的消費欲望沒有那麼高 有實體店也趁雙11推出優惠 但有市民就說喜歡先到實體店嘗試 然後再在網上購買 有內地傳媒訪問超過1300人 當中近六成八話 今年會先考慮實際需要 比起一美追求低價 更講求性價比 有專家也分析 今年雙11的消費者傾向購買個性化 智能化的商品 通過定制化生產來匹配這部分需求 那麼基於這種確定性 我們又能夠保證我們的銷售率 進而優化整個的這樣一個供應鏈 他建議網店可以利用電商平台數據 迎合消費需求 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葉子華報導 半個月都有商戶響應雙11 不過有商場說 出出相關優惠的商戶不夠兩成 全面復償之後的第一個商十一 繼續有市民和旅客響應 剛剛賣完回來 現在再去看看有甚麼適合 都不是多二千多元 特地過來看看有甚麼便宜一點 很多東西要買多一點 定制申品或者其他衣服 那些東西現在都可以買 這一間賣時尚品牌的商店 就將商十一變成為期一個星期的優惠週 部分貨品有五折 我們的品牌的價位都是比較中等 客人是很狠很願意去選多一兩件產品 有運動用品店就說 全面通關令到內地客的生意 多了一成半左右 始終我們這個商場 下面有客戶、巴士 之前未通關 多數客人是買定 讓通關拿回去給家人或朋友 現在通關了 內遊客會自己下來買 不過商場就說不夠兩成的商戶 有針對商十一提供優惠 有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就說 今年商十一的整體氣氛 沒有以往那麼熱烈 相信跟服上以來 商戶已經推出過不少促銷活動有關 七月份的話 我們自己好像零售業界的朋友 都已經推出了一個特別的優惠 而去到十月份 黃金洲又推出了一個特別的優惠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 可能他們正在準備 在聖誕節再推出一個特別的優惠 在何時去做一些不同的優惠的話 我相信就要配合一些大時大節 或者政府會有一些特別的活動 跑車 來自世界各地的名車 在屯門黃金海岸亮相 其中這三輛大有來頭 他們是90年代GT1賽車比賽的街道版本 每款產量全球不超過100輛 更加是第一次一起在香港展出 有車迷突然來打卡 在香港基本上只有1、2輛 每一款都可能是現存在香港 所以其實都很特別的 有時見到實物 跟你看照片看電視見到 其實已經差很遠 你真的很喜歡這車的話 你就會震撼感就不同 很漂亮 都很特別的 因為很多車是沒見過的 因為很難在街上見到的 來到這裡就可以一次性看完我想看的車 場內又設有多款汽車主題的親子遊樂設施 包括兒童電動賽車場 還有幼兒碰碰車等 市民需要購買門票才可以入場 成人票價是200元 長者和兒童就是100元 主辦方說 部分門票收益會不會捐備香港公益金 無線電視記者 本身的版律種植區 中植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 寬成以栽培版律為核心 同時種植其他農作物和藥材 以及發展家禽產業 有效保護農業物種和生物多樣性 另一個項目是 安徽銅林白薑種植系統 已經有二千多年歷史 由於薑怕陽光 當地發展種植的關鍵技術 包括用於儲存薑種和發芽的蕭薑角 而浙江先居古陽梅群 複合種養系統 也都被確認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 種陽梅的同時 也都涉及種茶葉 養雞和蜜蜂 是有機結合的複合型山地農業模式 歷史已經有1600年 連同這三項 中國至今有22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 保持世界第一位 另外南韓濟州海女捕撈 也都成為新增的農業文化遺產項目 濟州海女捕撈是指女性 在沒有任何輔助機械裝置的情況之下 隻身潛入海底捕撈作業的技術 需要具備高度的身體技術 和對傳統捕魚方式的深刻理解 濟州海女能夠在10米以上深的水中 閉氣達1至2分鐘 採集海產品 無線電視機仔 梁明山報道 晨州17號 三名航天員 進駐中國太空站後的生活片段首度公開 航天部門說 航天員進駐太空站後迅速進入狀態 兩個幾星期已經完成多行工作 包括設置倉內環境 低溫存儲櫃 在艙段之間運送氧氣磚等 以及利用夢天實驗衝入平台 運送載河出艙 三名航天員 也會訓練醫療技能 進行體能鍛鍊等 之後他們會按計劃 執行內地首次艙外試驗性維修作業